我剛剛也是進門的時候 看了嚇了一跳 因為他長期知道 我搞政治從來不做生意 所以兩袖清風 突然要參選 所以他非常感動 剛剛在門口我才知道 有好多的朋友主動這樣子 要幫我繳繳100萬 鄭重介紹 希望能夠跟我全心全意 打好 打滿 打成功這場盛戰的橫白鞋 今天站在這裡 不是驚喜 是幾個月的掙扎 幾個月的長期思考 被很多熱愛台灣的朋友感動 但是做成決定 實在是昨天的事情 這次的總統大選 人才忌忌 但是有事之事 都憂心忡忡 世間小民內心 潛藏著 亡國感 而年輕人 很擔心 是不是 要 吃 芒 果 乾 台灣好比 豪華的 鐵達鱗 台灣 不是弱小 國家 我們是 優質的 中型 國家 但是 當我們 把視線 拉回國內 大家看到的是 藍綠惡鬥 統獨紛爭 貧富懸殊 年輕人 無助 而且無望 還有 衝刺社會的 種種 不公 不義 尤其中國的 虎視 丹丹 台灣 會不會像鐵達泥 撞上 冰山 這正是你我 無分藍綠 共同的憂慮 和恐慌 呼籲全國同胞 我們要超越藍綠 共同打造 和平中立 充滿歡喜快樂的台灣歷史 4.0 台灣不要分裂 台灣分裂就是因為有藍綠 所以講泛綠講泛藍 那就是在分裂 我們除了團結 別無選 我為什麼引了鐵達泥 我們是同舟共命 如果飛彈打進台灣 不知道要打藍還打魚 所以我今天站起來 還有很多的話沒講 還有很多的事情 要跟大家請教 很早宣布 因為民進黨 已經不是當年的民進黨了 所以我心靈脫黨 因為我還很愛民進黨 我捨不得把我擁有的黨政交回去 任何程序都不重要 如果我心靈不認同 我不以民進黨為榮為傲的話 我今天可以重生 我不傷害民進黨 我期待蔡英文總統 在我們今天宣布之後 強大的全民壓力之下 把執政以來 因心因格做一番檢討 有沒有做錯的 做錯的有沒有反省 有沒有改進 所以我希望這三個月 不要太輕鬆 不要到處想要撿槍炮 那槍炮是會反彈的 我也不知道說 昨天我們預告今天記者會 我十一點半看電視 怎麼郭台銘說不選啊 完全跟我無關 而且他是說他不要去連署 我想他比我幸運 也許有其他的政黨 準備說來來來 我會幫你提名 但是我還是感謝 我們今天在場 還有很多不同黨的朋友 今天謝謝多多多少 也許我們在場 也是祝福的 我們各自到達 然後你們都在那個 也許可以做 我們是在場 為我們想要支撃 我們也許萬一都 在場 在場 沒有 那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 那樣 我們とか